花茂村很有红色的印记 远处的牛 净处的甜歌 这就是香愁 有山有水有香愁 是村是井是生活 这个地方太美了 都村到处听到的是音乐的声音 很美 乐器不仅是饭碗跟是生活 他们还是依附土地 能够看到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 中文字幕——YK 尊义是第一次来吗 是第二次来了 但是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来 我是第一次来 尊义就是只要学过历史的 都能知道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太美了 尤其这个秋天 远处是山 近处是田 风景太美了 你别以为这个地方是个景点 这就是他们的农田 对 这个秋天怎么也开始长起来了 下面有水分 它就还会长起来 二茶道 它已经长不成气象了 没用了 这块这个沾道弄得很好 就是专门修的这个沾道 相当于把他们的农田变成了一个农业风景区 刘雨昕解过一首关于秋天的诗 《自古逢秋悲记了》 《我言秋日圣春昭》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以诗情到必消 白色的粉墙 远处戴青色的山 再加上田地里有点黄 有点青 色彩非常丰富 生机盎然 但实际上已是深秋了 秋高气爽 你要不看小童穿着羽绒服 你要说春天也有人相信 是的 你这花茂村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 原来好像不是叫花茂村 叫荒茂田这个地方 据说过去荒茂田 确实日子过得必消艰难 但现在这个名字多美 叫花茂村 这个地方的自然景观 一直挺好的 我记得清朝有一个波州的知府 波州就是尊义了 对 他在这里写过一首诗 龙虚野毒石石出 树养春残夜夜肥 别有仙缘开鼓动 这一弹乐应炎飞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 生态确实很好 你们觉得尊义两个字 是啥意思 我知道的尊义就是我们学历史课 1935尊义会议在这 对 尊义会议 1935年1月 对 那是后来的 当时有一篇叫《红范》 红范里面有尊王之义 所以取一头一尾两个字 就叫尊义 尊义这个名字光明正大 对 所以刚才晓彤说的那个尊义会议 是我们这一代人 从小上历史课 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 对 你看这 这名居上都还有红不脚心的 很有这个红色的印记 前北名居 小青瓦 拖屋顶 转角楼 白粉墙 对 穿斗房 雕花窗 这是典型的三合院 太美了 这家真不错 真不错 好奇葩 真好看这些 他们这儿民宿现在弄得特别好 像这个农业观光 然后土地流转之后 做这种蔬菜种植的合作社 然后包括像这个搞民宿 搞旅游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附近很有名的一个旅游打卡的地方 看看这个气象就知道 这个村的经济应该是相当不错 这个村的名号挺多的 对 对 咱们去村里看看吧 村里看看 了解一下 咱们这个村的发展和变化 对 对 你看这个视线也好 古人早上起来 往这小院落里一站 一看前面那风景 山水画就出来了 我总觉得我们努力的结果不就是有个小院 有个菜地看看远山看看尽水 您好 我们好像到了 对 这是郑大哥家里是吧 对 对 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 谢谢谢谢 你们在干嘛 这是我们的辣椒 哦 这是要挂起来晒是吧 哎对 哇小彤你好高啊 哈哈哈哈哈 这个场真漂亮 我一路就是在他的阴影下 哈哈哈走过来 你是小郑的爱人吗 哎对对 这是我儿子 多大了 13岁 我老公回来了 哎哎哎嫂子你好 你好你好 他正在跟你 跟家里人聊天的 对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到我们家参观一下 好好好 他们这基本上不需要有什么院墙啊 大门啊 是的 是的 我们晚上睡觉 不用关门都可以 夜不庇护 先上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房间吧 好好好 洪老师 这是你的房间 很舒服 小彤 这就是跟你准备的房间 太喜欢了 你远观一下这个景象 对啊 这就是我们的稻田 可以种油菜 可以种稻子的 那个大棚里面种的什么呢 大棚里面种的瓜果丝菜 我们下去 在客厅里面 去客厅 好好好 这个认识吗 这个看着像明猴桃 这是我们山山的医生的 接着我们今天要套着明猴桃 你们尝一下吧 谢谢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没看见你出去忙去了 我刚才出去给我们邻居拉一点玉米 我跑运输的 跑了多少年呢 十来年吧 也就是这些村民建房子材料木材都是你的 对 你把大家拉到了这个 幸福的彼岸 同时也把自己拉进了财富 对 共同赋予 好甜 我到现在一口都还没吃着 你是土生土长的花茂村人 对 我生在这个地方 长在这个地方 那媳妇呢 我老婆是另外一个镇的 不是本村人 嫁过来的时候没这么好的房子住吧 没有 那时候我们都住了 那边我们家的老房子 就梦房子 那时候我们全村了 差不多都住这样的房子了 你看这个花茂村 以前它叫花茂田 你就知道这个经济啊 肯定是落后 对 生活肯定是艰苦 那时候的话 这个村了 都穷 包括我们自己的村也穷 结婚小孩一岁多嘛 我们都出去务工去了 去了有十多年吧 感觉出去久了 小孩觉得你陌生了 然后我大女儿 我们回来的时候 她还不好意思 但是我还流了泪了 我真的很心酸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 我女儿叫不出口了 叫不出口 好像是陌生人 后来就是我们建设嘛 花茂 现在搞了一个乡丑旅游 到我们这个地方 能找到老家的感觉 找到妈妈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这里叫乡丑旅游 就到你这来不落泪不许走 对 对 比如说呢 有什么项目 我们有那个陶银一条街 即将压花 看到村里已经慢慢发展了 一开始的话 她买个小货车 然后我就在九峰大棚那里去找那个技术火 又学到技术又可以领工资 是种蔬菜的技术 对 还领工资 所以现在您看啊 您家原来的地是相当于流转了 对 流转了 流转了就有一部分租金 对 然后您在大棚里工作的话还有工资 对 我老公他有一个小货车 然后他又在我们村 网阁长 相当于就是生产队的那个小队长 最基层的村干部 对 您这一阁里有多少货 154货 我大领导啊您 别的村就现在还叫队长 我们叫网阁长 因为我们叫网阁管理 就是我们可以坐在家里面有手机 来宣传宣达我们政策 比如说我建了一个群嘛 我是群主 不用动不动吗 大家着急开会 对 有什么事发个群 发群里面就知道 这个群里面这个网阁里的 这个居民有什么愿望 有什么矛盾 你马上就知道 对对对 大家需求了什么 就可以反映到我这里 我又网上面反映 讯息化的管理 刚才您说这么多项目 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感受一下 农耕你们农耕没有 我虽然不会 但是我有兴趣学一学 我去让你们体验一下 我们农耕的那种生活 好好好 走吧 谢谢 好了 请钟晓晓鲁 由 rides 我去乎是一首歌吧 你有营丰 这是第一首歌吧 对 我这是第一首歌吧 我也是第一首歌吧 这是第一首歌吧 叫她的大名 没想到这么漂亮的街道 这村好干净啊 真是不错 处处都是音乐的那个元素 谁动了我的琴弦 换我到窗前 这是什么 音乐会馆 这是个吉他艺术中心 看一下 您好 您好 欢迎啊 你们好啊 这是培训孩子 对 在培训学生 培训内容有学钢琴 电子琴 吉他 架子鼓我们那儿都有 还有尤克里里我看见 对 那个好摊 拍一下 拍一下 我给您调一下弦来 这乐器是 你咱们这个周窝村生产的吗 全是周窝生产的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你这感觉很对啊 音乐嘛 开心就唱 开心就好 对 谢谢您啊 有空常来找我啊 我觉得村里边这个文化 它就是相互的浸染 它相互受影响 开始是娱乐 不过 足见的太新成产业了 你看这一点壁画还 哎呀 这个太好玩了 这个 头发跟乐器似的 是啊 就是大号圆号 很有创意这个 这个村是属于武强 武强本来是以年画筑成对吧 对 年画 武强年画 你看 这把武强被誉为是千年古县 年画 年画之香 哎呦 依依的水起来了 看一眼 看一眼 你们好 推得好 你们就是咱们村里的 对 你们怎么学的呀 这个萨克斯 是2012年那个 我们这儿组建乐队 来 请欣赏我们这年画 这武强年画最有名的一副 叫六字游戏图 抓一看是三个 其实是六个 这六字我怎么没看出来的 这是个名的 这个是个嫩的 看出来了吧 没看出来 看兜兜 哦 明白了 横着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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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阴啊 明白了 明这三个 暗这三个 这胶头循环共用 这是武强年后最经典的衣服 这个小朋友拿这个苹果 平平安安 这个拿这个柿子 适事如意 这个拿这个桃子 吉祥长寿 六六大圣 四季花开 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是个柿子蒸头 这十个材子 共建和谐 十泉十美 还有三鱼 共用一个头 所以叫三鱼蒸月 这真有意思啊 它全是共用的 明年文化的这种创造链 这个地方是历史悠久 大雨治水以后不是天下分九州吗 九州它这是冀州 九州之首啊 九州之首 因为现在河北还不是叫冀吗 对对对 冀应该就是期望 所以这年画不是也给大家期望了 对对对 都是美好的期望 对对对 它这里面确实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在里面 咱们中国村的村民都是多才多艺 既能踏年画 对对对 然后还能吹奏 对对对 太难得了这个 谢谢了 好 好 再见啊 再见 这儿挺像个广场啊 对对对 各位老哥 这儿是不是平时演出的地儿啊 对对对 是吧 都是咱们桌窝村的 对对对 你们会乐器吗 是不是都会两首啊 都会 基本都会两首对吧 哎呀桌窝村真是多才多艺 我跟你说真的 我当年到时小时候也学过吉他 那个时候不是也是吉他热吗 哎呀我发现我确实是没什么音乐天赋 是这个小周工作室吧 你好 哎你好你好 我是周卫苍 啊小周 你好你好你好 您就是我们要拜访的主角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爱人张丽萍 对你好 这是我儿子周家湘 哎呀何儿 这是我女儿周家 你好你好 小宝贝 你好你好 啊 坐里边坐里边坐里边 来来来 行行行 这是我们恒水特色 荷叶茶 我们这不有一个恒水壶吗 恒水壶里边有荷花 这就是盛产的那个荷叶 当地的 哎这里还挺香的 挺香的 嗯 这是你的一个工作室相当于 对这是对外的一个门店 不售乐器吗 也出售咱们主要是定做 人们享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乐器 你想代表咱们中国的这些龙啊风啊 中国节啊 它都可以做上去 甚至也搞对象送给你一个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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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牛的现在是什么呀 它这个材料 它分黄铜的 林铜的 金铜的 白铜的 银银合金的 定制要求还挺多的 我们只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让他使用更舒适 让他选择自己的一个好的东西 并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 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你这算太好了 这算太好了 小周 他们这个已经是脱离了工厂化的这个生产了 自然定制 一开始一个打工的 就是一点点的转到现在的 我们这个小镇萨克斯 发展历史比较早 我小学一年级 我们那儿就开始做乐器配件了 后来就是进工厂打工上班嘛 就一直在学做萨克斯这个行业 那你打工实际上是带着偷试的目的去的 对吧 总想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也想做到更好的东西 然后先后去的山东 天津 日本 主要是学习这个乐器的这个制造 你去打工的地儿全是乐器厂 但是有准备 当时就是为了攒钱回来 自己做自己的事嘛 当一二年的时候 我们这儿建一乐小镇这个项目吧 我说这个是好事啊 正好我这个梦想可以实现了呀 是吧 我做一个自己的更专业的东西 当时人家政府吧 提供我们这个免费的店面 再一个就是说 提供减免税额 我们把那个身价 所有的那个钱都投到里边 当初前一二年吧 都没有这个效益 那二位 收入经济状况是如何呢 现在收入情况还行吧 两千年的时候在外边打工的时候 一个月也就一千多块钱 一年也就一两万 现在将近十来倍吧 家庭收入主要是 土地流转用那个费用 工作室也挣一点 就是维修萨克斯和定做萨克斯的一住嘛 维修萨克斯能占到整体收入的一半左右 咱们村这个建设啊 已经发展得很大了 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 那边有一些娱乐设施啊 娱乐场所啊 还有一些那种乐器的展厅啊 对年轻人会更有吸引性吧 你像以前咱们村里街道啊什么的 也都是很破烂的 很早以前 后来经过改造下水道改建 连墙面你们过来应该看到了 墙面的涂鸦呀 到处充满着音乐 我们给你连这七九八艺术区呢 进来 这哪像一个村庄呢 原来你像那种汉色 现在都改成这种缩面器的暖气 都是这种地暖 你看哪儿呢这个 冬天能达到二十多度了 这是你们的工作室对吧 住肯定不在这儿住 我给咱们安排了房间 咱们看看去 行 就在后院是吧 都在后院 咱们挨着 我住这间吧 我把这盘 那个陈老师 咱俩左右门神 这一片 就是我们的油菜基地 哦 我们呢 保持的原始更动 都是用手工的 现在已经不用牛羹了 我们为了游客 找了相处的感觉 所以特别保留了这个 牛啊 来羹这个地 哎呀我属牛 今天啊咱们仨啊 好好的发扬一下三牛精神 那我就老黄牛吧 你是拓荒牛 他年轻一代要创新要进取 我是如子牛 为名服务 扶手甘为如子牛 别看我了 走 怎么说呀 你有口号啊这个 我教你一下 这个时候怎么理 你教我啊 挖 挖 挖是什么意思 挖是喊的善 要怎么走呢 走的时候商议 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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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对齿 对齿是什么意思 走 先看看他听不听你的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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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挖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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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么多人一起喊 牛的疯了说 牛乱了 接下来从这一拢开始 咱们三个人 每个人来一拢 行不行 你先来 我先来 我先 来 好 小童先来 你收尾 我收尾 可以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您在我的旁边 我在你的旁边 对 但是您不用帮他 不要帮他 三一 三一 小童在沟里 离刚才离过的 我啊 我啊 对 对 哎 走了 离上了 对了 好了 现在好了 对了 现在这个地方对了 对 这就离得很对了 这个对了 对了 对 好 又回沟里了 好 对 回来了 回来了 非常好 眼睛看前面 眼睛看前面 对 可以 对 现在教练好多 小童 你看你要离得好 那边都给你放鞭炮 那边再给你放鞭炮 离上了 再祝贺你 祝贺一个新手夏天 主要其实得控制他 可以 这一段可以 哇 他都不听我的话 歹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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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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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理我 问题是 哇 哇 一一一一 动刺 大刺 他好像不行了 不行 大刺 下刺 左刺 右刺 你给帮帮我 哇 哇 你把牛弄崩掉 真是动刺打转 好 我来 不行 他最后 是牛拉着我跑 到最后 小童 试图用自己的力量 控制住牛 你给我停 你能拉得住牛 三一 三一 帮我 你有带孙 三一 三一 不用管 三一 彭老师完全不用管 谁都不用管 来我们坐下喝口茶 让彭老师自己玩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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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打 偏到那边去 三一 所以我给你讲 这个真的很难 很难 看着很简单 但实际上 你这个配合起来 这就跟手动挡的车一样 离合 油门 挡位 这几个全都得 最后变成肌肉记忆 彭老师这真的是 彭老师还行 彭老师现在还行 这一笼至少离开了 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 这一次赶着牛 来离地 在离地的过程当中 我一身汗 其实出力的是牛 不是我 但是我出的汗 我感觉比牛多得多 看上去是一个很休闲 很悠闲的一种生活 其实充满了艰辛 上蝇 上蝇 这是勾吧 对 往这边 往左边来一点 往左边来 上蝇 不是 你那个铲子 斜到左边来 哇 哇 哇 上衣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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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衣 哇 哇 挖 挖 挖 我说了挖 你听见了没有 我说三次 三 二 一 我急了啊 告诉你 玩真的是不是 你以为我就是不过 挖 我仿佛看到了刚刚的我 不知道为什么 程序出问题了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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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快过来 是吗 怎么搞的 不行 不听话 自己想办法 吊头怎么做 还能转 你叫他转他就过来了 转 火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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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椅 转 上椅 换档 要换档啊 换了 上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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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怎么感觉这一趟 跟去的时候是一趟呢 加油 跟那么火 嘿 我觉得小萨虽然没低到多少地 但是这个气势很粗 而且很快乐 这就是相酸吗 相酸给我们带来快乐 这种方式已经很久不见了 如果让游客来体验一下 这种牛耕田的这么一个方式 这个体会花钱买不到 我也跟小彤一样挖的勾 我们现在就对了 现在对了 现在镜头对的都是你挖到土的 特写 最少给个特写 给那个梨 对 梨尖的特写 挖 挖 挖 怎么样 法师 辛苦辛苦 可以 他还算是听话的 还是听话 只要是我的网 糟了把他搭的 今天大家也搞得累了 身体是有点累的 但是精神上很愉快 这就是乡村 祖祖辈辈就在这个地里 跟来跟去 对 所以不忘乡村 其实也是不忘初心 不忘本来这么一个意思 经济再发达 家乡再富裕 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忘的 别忘了前辈曾经付出过的努力 是的 是的 好 我们下面去做土塘 房间也看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有什么任务呢 下午拍了一个节目 你们跟我一起上一下 关键我啥乐器也不会 这个 我教你 行行行 这个手大拇指 这有个托 这个手在这个托下面 然后 这个大拇指呢 按在这个地方 这儿 对 按在这个位置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右手呢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好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这么多年 还是有点想吹萨克斯的愿望 想吹 想吹 然后下 下 连过呀这是 没有没有 真的是第一次 哈哈哈 来咱们看下边啊 上边三个 下边三个 加下边这一个是 Do Re Mi Fa Sou La Shi Do 刚才我讲的是指法 那么我教你们一个口型 嗯 把嘴唇往两侧微辣 有点微笑状 哎 有微笑状 含住低头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用舌头呢 点吐下照片 吐 吐 好 用吹我量这个 我就是以最快的方法 教会你们吹一句曲子 嗯 好 哪个音符只吹一排 你就 Do 吹一下 再吹一个 Do 这样就可以了 吹两个 Do 不用吹那么长 你 哦 哦 哈哈哈哈 这样你看 对 来 对 吹两个Do 对后呢 吹两个Sou 对 刚才吹的Sou Sou会了 是吧 嗯 那么吹两个拉 抬开左手的无名指 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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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合一下 把我的带高起来 演出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听 乡村动物奏鸣曲 我们中国每年出产 一百多万件乐器 都走出去了 我带你们咱去参观参观 一般的工人都在工厂 做些什么工作 好嘞 咱们走 好大 这个地方就是我二十多年前 做学徒的一个地方 在这干了几年学徒 干了有个四五年 后来就出去见葛荣乐器去了 就是西天取经去了 对吧 这就相当于你的花果山 进来 这就大多了 对 对 杨琴 杨琴 你来了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咱们工厂 咱们工厂是九十年代 开始做了一个乐器的 然后呢也带动了咱们周边的一些村民做乐器 乐器的话咱们主要是西洋乐器 因为咱们这个萨克斯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精密的乐器了 你像萨克斯肯尼基 它是在咱们这里定制乐器 小号的话咱们也是很有话语权的 美国的首席小号主席 威尔方德 他在咱们这里做技术指导 所以说咱们这个乐器的话也是达到了一个世界的一个标准水平了 那咱们这儿的乐器就是相当于不仅是国内 应该是全世界 对 百分之三十是国内销售 百分之七十是出口 百分之七十都是出口 对 那是很厉害的 再往这边看呢 这边是咱们弦乐提琴部分吧 出口的话是达到十万只 那你现在这就是传承关系啊 这些徒弟主要来自哪呢 主要是咱们一些周边的村民 那非常好 带动了乡村支付 重要的是大家学到了技术 对 这边是咱们吉他 吉他出口的话 占我们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这边呢就是咱们吉他的箱体制作车间 箱体的话是咱们一个吉他的制作核心 都是手工的呀 走 我带大家体验一下 其实我过去看过这个乐器制作 农村有些就是农民啊 他们有时候自己做笛子啊 做二活啊 是吧 他都是自己做的 您先搁这体验着 我们下面还有工序呢 倒不是 这个我不会 您把晚饭钱挣出来 我晚饭钱给你们做好一把 交给你们 那我们走下一步工序啊 这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侧板 侧板呀 对就是沾那个边条 这会儿我能干啊 有自动报名的啊 我来这个 我来这个 下一个你来 跟我们师傅学一下 学去学去 我先跟您学 这个是 压上用了夹子 用这个夹子去 对 那咱们去合琴 然后这边呢就到了咱们下一步 就是把那个侧板 面板 背板 就是整体把它粘合到一起 这个箱体由你来制作 基本上就是一个雏形就出来了 中间那个孔要对中这个下 对 就这样 因为这是我们跳进那个青虾松紧 是用在这方面 这能行吗 两边非常好 稳了是吧 对 很好 这两个呢 这个也是虾要刷一刷脚 我给您刷 那你带徒弟了没有啊 带着有徒弟了 有 也有十多个了 这种手艺就靠传承是吧 对 师父带头的 传帮带 如果没有这个工厂 没有这个平台 我们只能说 总在叫那积木地 或者说是出外到个工 你想有这个工厂了 无论是 可以就近是吧 就近就业 对对 可以就业 精神生活也有了 物质条件也改善了 村里我觉得 我在这村里感觉到 特别的和谐 和谐 调话特别道 你进来到处都听到的是 音乐的声音很美 受我们的影响 小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学乐器 对 我们今天看到 村里边有那个孩子们 我们家姑娘 上小学呢 她就学萨克斯 然后我们家孩子 孩子她爷爷 都会学 对呀 组个乐队没问题了 对不对 是 来小林 体验体验 你可以体验一下 来 对 就一点 侧着一点 对对对 就您这样 对一点一点的 然后咱们就是 这个背摆不出来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对齐这里对吗 对对对 它有一个中线 中线在这儿 中线在哪个位置 它这个位置 对 有个中线的位置 和这里大概对齐 对 行 然后后面 它也是 后面有一个中线 也是有一个中线的 对 但下边 跟这个缝隙对齐是吧 对对对 行 行 好 然后咱们把它翻过来 正面还是同样的土胶 对对对 来的 现在可以 咱们可以继续 我发现这个活 你不要说看似简单 这胶抹的不能太多 抹的太多 它会溢出来的 真正的动手做起来 也不是说那么简单 是的 你看我这么干 一会儿弄得满手都是脚 然后干得还不好 挺好的 这一个就算完工了 对 完了以后就落在这儿 看起来跟箩筐似的 那我先去看看 好的 看陈老师干得怎么样了 陈老师 我干得实在是漂亮 陈老师已经开启了 自我夸奖模式 这个我的师傅 我对这个徒弟非常满意 是吧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看到陈老师 你也是这个水平 我就踏实了 我就看看小林怎么样了 我一打下手 到这个时候了 我看看小林的这个刮脚水平 跟我们 水平老高了 已经练得相当不错了 你就在这儿做正 我看挺好 这一个琴整胳膊工序做完 需要多长时间 从第一道工序 到咱们最后出那个成品的话 大概要流转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 因为它这个工序是一百多道工序 一百多道工序 对 做乐器确实慢 你像一把鼓琴 它的完成过程是两三年 充分体现了工匠精神 这个变版 对 然后这个有个中线 对吧 对 好 需要先钉一个钉子是吧 对 钉在这个十字的这 这个部位就可以 还上钉子 对 我以前买过吉他 但我不知道 做吉他那么难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制作乐器的工厂 很震撼 觉得这个村的人民非常有匠行精神 中国村呢 不仅仅局限在一个村庄的发展变化 它的整个的事业 它可以放大的世界 这种开放的格局 给大家的就业啊 创业啊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他们脱离了土地 但是他们还是依附土地 只不过呢 生活方式发生着变化 在中国村人的身上 还是能够看到一种求新求变的这种精神 咱们那个回去换个衣服 上那边排练去 好好好 这就是我们的乡丑小道 乡丑小道 这个名字起得好 花冒人家 前面这里就是我们的陶艺传承人 相当于他的一个工作室 这样的工作多不多呢 我们以前家家夫妇都会 现在呢 以前这么多钱嘛 大家都放弃了 就他一个人还在坚持 他赶上了现在对于飞夷的重视和传承 对对 老朋友好 老朋友好 怎么称呼 这个母线材 沙老师 在玩泥巴呢 对 现在我做这个 就是我们花梦村的一个特色 叫骨子 这是骨子的外壳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成品 我看看你怎么做的 这都是你的作品是吧 对对对 这个器皿叫骨子 邓鸡的 对邓鸡的 它的构造就是一个外壳 刚才在耳朵呢 就是这个外壳 这个是内壳 然后里面有四个气孔 这个气再回下去 对对对 就有水的 再盖上盖子 相当于一个蒸馏器 对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农村用的 酿涂酒的 酿酒用的 对 这里就是每一种淘气 都有每一种的用法 基本上是生活用的是吧 对对对 那你在这做多久了 我都做了42年了 你今年我感觉就43岁啊 五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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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地农村嘛 老人有一句古话就是 天干不过手艺人 就这样 一多不压身 是吧 所以你一直坚持下来 不仅保留了一种手艺 也传承了一种文化 也留下了一种乡臭 关键是为现在啊 花茂村的旅游 留下了一个很好的财富 老师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企业一下 感兴趣 感兴趣 示范给你们看一下 怎么做 把这个泥弄圆 这样弄得圆圆的 像啤酒一样 然后脚把它蹬起来 就用纯脚啊 对对 这是半只洞啊 我天啊 这是个石头的 对对对 棍子要放在这个洞里 转起来 它这个就相当于先把它转起来 然后利用它的惯性 就自己慢慢转了 对 好 我用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把它做好 让你们看一下 手艺导师这样 宣马尼推圆 慢慢地简单地玩就出来了 哇 这这么啊 就这一下 你要到这时候 要很长时间才能学得出来 是啊 童子工四十多年 我觉得我这第一步 可能对的失败 就转这个都转不起来 这 这我能把自己把 能给自己打了最后 最后 那转针一下 就把它做好了是吧 对 差不多了 换起了我的香肠 我们家夹酱 夹酱面丸就是这个 很简单的 这是干吗 把它拉下来 用线 计时了吗 有人去吃了吗 就整个这个过程 大概也就一分半钟 好像 老师体验一下吧 小童先来 我们来帮你转这个 我的香肠是他 就炸姜面丸 是我们家 我来帮你转这个 一个脚 对 就这样 走的 走 不是 问题 问题是那个泥巴没放上去 泥巴没放上去 你们早说 我才发现 甩头上去都可以的 甩上去是吗 甩一头 真的 快快快 你们来甩泥巴 弄泥巴 我不让他减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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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就 我做了什么 没事下面的甩飞下来 不印象的 我真的不好意思 不印象的 不印象的 可以做了 母师傅寒着泪说 可以做了 没有 没有 来吧 我还是给你们加速 好 有了 这个速度可以吗 对 就这个速度 好了 好 开始 坐圆 先坐圆 先把他推圆 对 用手 对 再深一点 行 酒中已经出来了 对 对 真是太漂亮了 然后 让他往旁边走 是吧 对 慢慢地把它弄饱 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他就是天才 你说是吧 我告诉你 我给你做出来的 是能够代表宇宙观的作业 做了个黑洞 还真是 你看 有这个外太空的感觉吧 厉害 它就是天才 你说是吧 走 非常漂亮 你连强做火锅的 有种小火锅 我做的明明是天上公雀 最后告诉我小火锅 小火锅 来 小彤 坐 好 然后蘸水是吧 蘸水 手涮水 吓死我了 这样吧 你弄眼 这样 再来 再来再来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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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对了 漂亮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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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我觉得小彤这个 会做的比我的好 你问他细细致一点 回去可以给你们家猫用 像猫盆 给你们家做个小猫石盆 或者猫喝水的小盆 我觉得这样好就收吧 一下 果断 对 真漂亮 真漂亮 下面我来 您想好做什么了吗 做到啥样是啥样 你来帮我加速 因为我手上弄到东西了 好 挑战九十分 一个骨子 这速度快了 摇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脏边往下边 这速度太棒了 这速度太酷了 对 这样 我跟你摇的 我的 我的个尖 这个怪我 这个厉害的 首先第一 向观众承认错误 为什么是因为我刚才 第一次 把那个边弄破了以后 它那个牢固性 就已经差了 所以从那一块开始裂开 上面部分就散架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 最体面的收场 挑战骨子盖 万一挑战不出来 也很丢人 对 我也觉得是 到这儿你看 不可抗力 非常好 完美完美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就下次再来做吧 留点遗憾 留点遗憾 有一点点遗憾 这也给了我更多的期待 下一次能够亲手做成一个淘气 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 今天呢我觉得也蛮有启发的 飞移的传承啊 在今天这个时代 面对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守正创新 这是现在所有的飞移传承人 去破解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不破不立 在传统的基础上 要打破过去的挑战框框和束缚 才能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作品 我们就以此祝愿您未来更多的创新 更多的发展 能让这个陶艺给咱们花茂村增添更多的动能 好 谢谢 独虎天意 谢谢 谢谢 在吐槽体验当中 看我们去就是一个尝试 觉得它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但是我觉得日复一日这么去做的话 这是一份坚守 所以我感受到了老手一人嘟嘟贝贝 坚守这一份传统文化的匠心精神 接下来彭老师和萨老师先回家去换话洗洗 再做做饭 我跟小彤呢再去体练一下我们的纸巾腰花 行 小彤 那你就把我们三个人的传统一定要发扬好 走到哪儿要搞出点动静来 浙江亚花呢 也是我们花茂村的一个乡草 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就在这里面 好的 沐云 郑师叔 我给你带了一个客人过来了 小彤 你好 你好 你好漂亮 谢谢 小彤 你在这里跟沐云学 行 我就先回家做饭去了 好嘞 辛苦你了 谢谢 我带你去坐我们在那边进行摇纸 然后工具的话在这里我们给你摆上 好 能看看吗 这些 里面吗 可以参观的 来 走吧 我带你进去看看 这场上全部都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做的一些作品 它是把花和树叶做在里面的 然后外面淋了一层纸浆 这里做的是花帽八景图 很精致的这些都是 这边的话是我们用线条一条一条的排上去的 你也可以做 我可以教你的 好的 那我一会儿给你好好的学一学 可以 我们摇纸的话是在这边 我先摇给你看看 我们先把这个纱布这样打湿 它沾了水之后呢 摇一点纸浆在上面 先摇匀 再把这个拍散 让它匀一点 对 它就会更均匀一些 然后这样抬起来 就可以放在旁边沥水 一会儿就可以用 你可以试试 好 这里 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学纸浆压画 我是高考完之后就过来这边 但是我是每年只有大学的函数价才会来 然后再咬 对 然后拍拍 沥一下水 沥一下水 这样 对 我们去那边 就用这种彩条做 我觉得这个配色跟我一会儿做得很符合 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盘菜 你要做什么菜 西红柿炒鸡蛋 可以的 那我就开始了 做嘛 那我先把这个盘做出来 所以你大学一毕业就回来这边 就是一直在做 是的 因为我觉得这里很适合我 这里很安静 而且我也喜欢跟人打交道 听了很多故事在这里也是 对 来我们这里体验的客人的话 他们很多都 有做一盘菜的吗 没有 你是第一个 因为我这道菜其实是有原因 为什么一定是西红柿炒鸡蛋 从小我妈就特别 怎么说 就爱给你做这道菜 有些是小时候的一个记忆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乡愁吧 像这张纸是我们创始人的乡愁 哦 对 这边有一个凤凰朝斗计划 他就想 他能为家乡做什么呢 他觉得这张纸的话 对他来说有他的乡愁 他决定做这张纸 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对 其实我发现来这儿是让人很能安静的 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 节奏其实挺快 跑来跑去的 就心有时候会 其实挺浮躁的那种 但你看不管是纸鸭花也好 还是做吐槽 其实都需要耐心 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去了一份耐心 唐朝的诗人王维 他有个杂诗三首 里面第二首 君子故乡来 英知故乡世 来日起窗前 韩眉 灼花味 梅花 就是他对故乡的这个思念的一个象征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纸浆亚花 可能也是把这些一草一木 定格在画里面 承载的是对家的一份思念 那我现在就准备回家吃饭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 放在这边晾干 到时候你也把你的 西红柿炒鸡蛋带回去吧 好的 谢谢 这就是咱们排练的那个场地 这么大 好酷 对 这排练厅像个乐器展示厅似的 对 这边我们是 晋酸就见那几位大姐吗 对 对吧 那边是贾老师 明天咱们合作的时候 他就是咱们的键盘手 这是您的大儿子 大儿子 那你是担任什么角色 乐队里 是鼓手 鼓手 来 咱们选下乐器下 好 我看看有什么合适我的 这个挺好的 非洲鼓 非洲鼓 这挺好 我来这个非洲鼓 小林 这个鼓跟那鼓差不多的意思 这也是鼓 这个还可以做 这个还可以做 对 那这也挺好的 好 那又这个 那又这个 我也这样的吧 你叫鲁哥打几个节奏 好 咱们要把鼓拿起来 差点劲 拿起来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 然后中间是重音 重音 对 这是高音 对 打得非常够准 很好吃 动他 小城都市多了 充满喜和乐 哎呀马上就不一样了哈 你先学会了 非常好非常好 这个是咋调 咱们这个底下是重音 然后这些勾引 然后动他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棒 呦 你们是不是以前老师这么快就学会了呀 那个节奏感还是有的 音乐天赋太强了 对不对 是主要小时候的你标准太低 哈哈哈 来咱们接着往下看看 好 这边是更高深的音乐了 更不成了 老周 啊 这些我们更来不了了 那么你们看看这边 啊 这个最好 这皮筹子呀这是啊 啊啊 这是这是什么啊 这是 其实都是乐器的一种 嗯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乐器集中到一起 其实呢啊这些乐器是都可以选择的啊 一乐器跟音乐之间都是相通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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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是乐器吗啊 啊 这是赵妖精吗 是对呀 我跟你说 他 我喊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 我们三个也真的挑一些儿童玩地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小时候你这确实我觉得把我们带入了低龄区呢 我怎么觉得啊 其实他这种这都属于打击乐 也是个鼓啊 他其实就是鼓皮啊 我感觉马上起巷子了 我们给大家献上一句锅碗瓢盆交响曲 悠悠岁月 你说当年好困惑 打起手鼓唱起歌 我骑着马上山坡 摸剑自泪 瞧 江泰 哒 对 这是音乐还是噪音呢 这是 你们现在就确定一下 你们是玩那个鼓 还是找这种小物件 那个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一人选一个小的 然后呢 但我们的主要的乐器还是那个鼓 可以 咱们现在就选吧 我就选赵妖精吧 行 我就觉得这个太独特了 来 赵妖精 我就选这吧 你就选这个 小黎 就他 然后现在咱们还需要确定一个东西 就咱们得给咱们乐队起个名字呀 咱不是叫舟窝村吗 对 我觉得 我就 我先建一个名叫窝窝乐队吧 哈哈哈哈 就像大公鸡一样窝窝 那咱就叫窝窝乐队 好 咱们明天演送的个曲子 是山水间的家 就咱们那节目的那个头 来 我拿个萨子 咱们排练一下好吧 好嘞 来 我先找找调我看看啊 能能唱出来的调 更 一目星天 像 一个春天 像花儿一般 哎 陆哥陆哥 怎么能这么慢点吗 加快一下这个速度提高一下气氛 啊 还高一下气氛 嗯 那这歌呢起不变摇滚了吗 哈哈 三 二 一 走 刚一目星天 像一个春天 像花儿一般地雨龙风天 多少的夜晚 在默默蜕变 似风儿一般辗转过冬天 好 完美 我们第一次彩排圆满成功 对对对 咱们回去休息一下吃点饭 早点休息明天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咱们上台演出 好不好 好 鼓掌 鼓掌 那咱们走着 走 回去准备吃饭 陈你 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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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厨房应该是在那个地方 在院里 对 你的帮手来了 你这是弄什么 这是烧辣浆 烧辣浆 对 这个大碳盆 我以为是烤肉 对 我以为是烤肉 感觉需要烤肉 下面放两个铁板 对 上面放个铁网 对 肉片一铺 滋滋的 冒热 来 彭老师 我们煮饭吧 我们煮饭 对 这个米是很好的米 骨子鸡 骨子鸡 这骨子鸡就是这样烧的 这现在里面已经放上东西了吗 有 这里面鸡已经蒸得差不多了 已经蒸得差不多了 不能开 能开吗 不能 别打开 打开了是影响味道是吧 也没事 你们惊奇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把它焖熟的话 不光是好看 等一下你们尝了就知道了 烧辣椒 对 把辣椒这样摆着 辣椒里面那个芯都留着是吗 那可以留着 芯都不留着 这不就是虎皮尖椒吗 感觉 等一下你吃着就有味道了 我们再加一点西红柿 烤西红柿 没见过吗 没见过 你们拿一个人在这里守着 我们就拿一点食材出来 我去 我在这搞这个辣椒和西红柿 是 这样撕成一条一条的 这个撕出来感觉像茄子一样 下面的 这是刚出锅的 对 下面的 我说怎么这么烫 西红柿直接也搁进去 都搁一起 搁一起 把它弄完了 就开始搁 就开始搁 拿这个是吧 来 就这脚是吧 不是 要使劲吗 这可以了是不是 可以了 好了 卤花的自然鲜酱油 这个必须来一点 我们全套卤花 一道菜已经搞定 落一辣椒 好美的村庄 家家户户吃烟鸟鸟 对 现在这个时间 夕阳西下的时候 这个场景不就是乡愁的场景吗 这就是农民的悠闲的生活节奏 是 是 六丸啊 吃饭没 过来吃饭 拜拜 没什么可聊的 对 我们出来六丸的别打扰我们 哎 李大爷过来了 哦又出来跑步啊 哎 刘大爷 来 吃了没 哦 还在路上闲关沙子嘞 回去要写作业嘞 回去雷宫 驾的孩子真的往回走了 孩子说 那边有怪叔叔 我回来了 哎 来了啊 小童 你再不来我们忍不住都快吃完了 你来的太好 我们马上就要做西红柿炒蛋 怎么说我来 他感觉是专门为我准备了这一道菜 为什么他这个 这是我的香愁 刚刚我去鸭花就是做的这个 是吧 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啊 对啊我的创意是做的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哦 因为我那炒鸡蛋里边是放香菜的 是我 就等于是我妈从小就那么给我炒 是一个还挺特别的味道 好像一般西红柿炒蛋里没有放香菜了 对 是吧 放点葱花什么的有 但是没见过放香菜了 葱花我也放 然后但是香菜也放 现在可以调火了 对 小美反手调火 见过这样的吗 这一招很厉害 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讲究就别烫 让人吃饿 可以 香菜挑鸡蛋 这个已经挺酷的 饭菜 走 好 桌子都摆好了 摆好了 当然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是吧 这面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面咱们是做肉笼 肉笼啊 对 好 要不然您来点技术活 擀擀面皮 可以 明明你会做什么饭 我会做水煮牛肉 咱又食材 咱正好备了牛肉了 这有一个肉馅 这是干嘛的 咱把这个调好了 咱做肉笼的 我还真不知道 包肉笼是面软点好 还是硬点 这面活的就正好 是吧 那太好了 好 咱这不这是 是我们平时 这是这样吗 我先给您做个示范 好的 把这个面它醒发着 把它擀成薄薄的片 擀成薄薄的 就跟做面条一样是吧 对 您慢点点 好嘞 这按的不够大 你看这些桥料都有 像这个卤花的 这个是特别香 我们家常用这个 您可以放一点 这个这么多够了吧 对 哥呀 人家不能放这么多 三成 我刚才擀面条那么做的 你知道吗 咱这一顿就成手擀面了 对 我就是当手擀面那么做的 对 肉笼不是那么做是吧 我感觉陈大哥要调馅不行 您在家调过馅吗 您替您这陈大哥 对 咱这一顿成手擀面 对 咱这一顿成手擀面 差不多吧您闻闻味儿香 应该能温到香味儿了 行了 馅儿拌好了 咱们接下来开始包吧 我告诉您您的肉馅 搁在上边 这样把它抹匀 就大号的馅饼 这就是 明白了 我就按照这个来抹匀了就行 是吧 对 这就是肉包子变成卷 就是 这是我们五强的特色 五强人的吃法 是吧 你看这个 咱就这样一点点的卷 这样卷 卷起来 对 这样卷 把它卷成一整个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蒸就行 对 咱就为了省事儿吧 咱可以把它切开 也可以切开 对 感觉方便拿的时候也好拿 好的 好 你要需要什么 我做什么吗 不用 你看人林妹妹 一看在家就练过 好 好嘞 出锅来 出锅 哎呀 完整就挺香 哇 可以呀 来 那个肉笼好了 我天哪 哎呀 这个太诱人了这个 这个菜太硬 好 来吧 叔叔阿姨 两位身体健康 好 家庭幸福 好 您尝尝我放这个水煮牛肉 对 水煮牛肉还没尝呢 对 我尝一下 我尝一下 来 肉笼尝一个 来 尝一个 就这个 老师我们讲一下 当年我听说是从那个水龙头厂 最后转到这个做乐器 是吧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这是一边种了地 一边工作 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这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产业 就是做这个乐器配件 年度长以后 我们终于掌握了这种核心的技术 就开始大批量的生产乐器 在我创业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什么呀 高端定制 就是根据客户的不同的这个演奏风格 来开始做乐器了 爵士啊 流行啊 古典啊 然后手型把位啊 我们都可以定做 那咱们整个村有今天这样的气象 然后游客也开始多起来了 直到咱们是音乐小镇了 对对 这个你们感觉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呀 在四五年前就开始 已经有一个很很稳定的往上 在增长的一个趋势了 然后现在像我们这样 搞这种专业型定做的 肯定会越来越多 它不光萨克斯呀 它有别的乐器 对我们看里面那么多 那咱们村里现在大部分人 应该都和这个音乐产业有关了 对吧 几乎每家都有参与到 这个乐器制造的行业里边来的 无论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无论是在打工还是说在自己做 我看这个村里这个产业结构还是挺好的是吧 一产这有二产有制造业 三产这个旅游服务好像这都做得很好 就是增加了年轻人的一个就业机会 对对对 我们现在就说坐在家里边 那订单都会打到我们账户上来 现在不用说那种试穿的愁了 所以一个村子要想发展啊 这是一代一代的 每一代都得有人得去带来一些新东西 您有没有想过你是比如说以后也接过这一摊继续做 还是说自己再去 原来我也没跟我爸爸说过 我说了如果他要没有完成 他接下来想做一些事情 我会继续去做去 我会帮他实现那些梦想 那太好了 就是我希望在世界各大舞台上 都能出现咱们五强周窝做的乐器 我相信咱们这肯定会越做越强 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的 用我们独具魅力的乐器 吸引世界各国的演奏家 来选择我们 我觉得他有这种意识 你就守住一个东西 把它做精做到最好 你肯定一代一代做下去 它就会形成品牌 咱们现在也聊着半天了 那么今天咱们早点休息 明天早点起来 带着你们的乐器 咱们开始演出了 好吧 好 欢迎你们常来做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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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哇 这是真正的一顿家乡宴 是的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骨子鸡 骨子鸡 骨子鸡 好菜一定得配好酒 尤其咱们到尊义 尊义 茅台镇就在尊义 这个酒就是茅台镇核心产区的正宗酱祥 国台国标酒 而且是美瓶都是五年 五年 满年份的真实酒 茅台镇的第二大酒起 这个酒香味已经出来了 对 这酱香 正宗酱香 绝对 真的好香 好 回味绵长 来吧 来 来了 我们注意就离不开酒 就你说的好菜就要配好酒 对 所以这杯酒我敬各位客人 谢谢 谢谢 来吧 吃菜吧 来 小彤我们先盛一点汤后吧 好 那个鸡汤一定要喝一点 哎 哇 这鸡汤太香了 这个鸡汤真的是家乡的味道 这次我给你加点红薯饭 谢谢 谢谢 谢谢弟妹 以前要吃鸡汤鸡 差不多要过年才也是吃吧 对 对 那时候我们吃的就这个 就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弟弟到以前穷日子的时候吃的 所以说以前不像现在了 像我们那个勺辣椒一样 以前天天吃 现在的话都没有天天吃到 感觉就是找到妈妈的味道了 找到乡愁就是这样的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 大家想去寻找乡愁 不是说想回到过去的苦日 对 寻找乡愁其实是找到我们是从哪儿出发的 是让现在的年轻人别忘了我们出发的地方 包括长辈们曾经创业曾经受过的那些苦 这个我们就深有体会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我父辈啊 他们那个时候说实话 今天找一顿就吃一顿 明天又再去找明天的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苦 我们是苦过 吃香的喝辣的 我们也吃过 我们是见证了这个变化 所以我们国家的景象还是非常好 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也把路修上了 是 我看见那个好多散步的 对对对 散步的自行车 出来溜弯的 旁边钓鱼的 对对 其乐融融的 现在村里回来的年轻人多吗 多 就像那个小冬去那里 学那个地方 张梦云 他也是大学生回家创业 还有很多 你看村里不是有那个青年什么电商平台吗 对对对 也是大学生回来这样搞的 一句话 留着住人才 对对 才能留着住发展 才能有未来 他们接受了新的知识和积乐 然后回到家乡 用新的科学对农村农业进行更新换代 进行新的理念 未来要靠你们锦上添花 妈妈对儿子最大的希望是啥这 我最大的希望是最简单的 只要他健康成长 学习成绩好不好都无所谓 你不能把底线交了你 就是说他学习不好的话 你强求也强求不回来了 是不是 只要他努力了 对 我知道贵州这边农村啊 基层的活动是搞得很热烈 而且搞一个活一个 搞一个活一个 你们这儿现在最火的是什么 广场舞啊 他们每天晚上都会跳一下广场舞 会跳广场舞吗 会 真会啊 真会 好 来 说着广场舞 广场舞就来了 你好 我们听说你们家来了很多客人 因为我们明天会冒兴广场舞比赛 想邀请你们去参加有没有心绪 姐姐 您这气势不像来邀请的 你是来吸管的 广场舞比赛是以什么 以村为单位吗 以村为单位 好 我今天是花茂村人 我们需要跳吗 教一下你们的基本动作吧 那我们学一学 学几个简单动作 学一学 我们现在给你们展示一篇 简单的教几个动作就可以了 刚吃完 动作别太激烈 对 也不要太复杂 好 很简单 很简单 四五个动作就可以了 哎呀 我怎么控制不住 哎 哎 哈哈哈 脚控不住了 这些都没有是吧 我把大姐弄不会了是吗 您别看我 您跳您的 那我分解一个动作给你看一下吧 那就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预备动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个动作简单 第二个动作就是 一 一 二 三 四 一 一边 半点 三点 这个 半点 错了 油出现分歧了 哈哈 哈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就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就是两个收了是吧 一 二 三 就是一边一刻 五 六 七 八 哦 重来吧 有重来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最后一个动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哎 他怎么又是 哈哈哈 如果我们俩在第一排 他们会以为是特殊设计的 你知道吧 就故意的这样 对 可以了 跟着音乐 我们跟着您来一遍 好不好 你们两位确定是你们是队员是吧 明天队里有你们吗 反正我们排到最后了 他们动作不起 两个姐姐没达成一致 明天一共七个队伍是吧 五个队伍 六个队伍 六个队伍 我们永征第六 哈哈 我们我们保七整柳 哈哈哈哈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天 幸福花貌广场舞大赛的活动现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波州区凤凰火道队的 我们是来自波州区阳光快乐梦思队 我们来自汉水队茉玉西乡健身队 我们是压西地标健身队 我们是开心健身姐妹队 我们是来自花帽村的一起来嗨队 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起 嗨起来 我们花帽的口号是 花帽 花帽 我最骄傲 有请是我们的第一支参赛队伍 哇 他们有个男生领舞 对的 我们不服我们有大老师 我还上去跟他动舞 走 标舞了 你还好吗 他就是在干扰他 干扰不成功 他完全不理我 不接着 接下来有请我们花帽村的 一起来嗨队 有请 笑起来 对 箱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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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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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得很丰富 感受真的太多了 广场舞比赛感受到花茂村的热情 每个人跳的舞蹈充满活力 感觉到这一份蓬勃 我觉得就像咱们花茂村一样发展 就越来越好 他们努力地保存了自己的这份乡愁 然后用乡愁去发展旅游业 让来这的人也感受到更多的乡愁 所以我感觉乡愁可能不是停留在对以前的回忆 也有现在的体会 还有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好的 平文老师来打分 有请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来我们颁奖好不好 恭喜开心姐妹团获得 幸福花茂乡村广场舞大赛冠军 大家好 我是贵州的常驻贵州人 萨贝宁 我现在在贵州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台盘村的村民 一个就是咱们花茂村的村民 他们问我为什么每次到贵州来都这么快乐 我说不是因为我想快乐 而是应该在这个土地上 所有的周围的人 周围的这种气场 让你不得不快乐 这是一片充满了活力的土地 每一个人脸上洋溢着 充满希望 充满对生活向往的这种笑容 被你们深深地感动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咱们花茂村新来的村民 关小彤 特别开心 像今天来到这儿 我感受真的是有山有水有乡愁 是村是井是生活 希望咱们花茂村的日子以后 越来越红火 谢谢大家 我们这里是红色家园 绿色发展 科技引领人文情缓 我想这是花茂村 一直以来的发展之路 我也相信花茂村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乡村振兴有很多路径 有的就是用科技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造 还有一种就是绿色发展 就是我们尽量多地保持一种传统中的值得纪念的 值得流传的这一部分把它发扬光大 向花茂村来乡愁作为一个发展的支点 让大家来到这里 想到了以前那么一个悠闲慢节奏的生活 所以回味是为了前进 怀旧是为了向前 花茂村给大家展示的 是一种它独特的魅力 我們在这三个的马上 嘞 快点 相远 不要 你去 马上 你去去 我去 不去 我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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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开始 哇 好多人啊 天哪 还有观众呢 有观众 有观众 多了 还有 我的天哪 这么大阵势 走 好 紧张了 突然我开始设恐了 现场的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好 幸福团聚 乐想周窝 好长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像今天这样 把四里八乡的乐队 集合起来 还邀请了这么多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和我们一起见证 周窝十年的发展变化 我希望大家今天 能够在这里尽情地享受 我们农村音乐人 带给大家的 不一样的音乐大餐 接下来 上场的乐队 就是我们周窝村的 大男孩乐队 一首原创 老农新歌 感谢 好 好 好 看我可爱的家乡 小和坏包的村庄 绿树树 绿树碧水和蓝天 悠悠白云间 清老智慧的人们 清老智慧的人们 吹向时代的号角 像在台南 我便支付 小康 好情话 更差 小二 路路头的乡间 造友的公交 车炮 没在其里 在全家旷 站正烦 言不吓得 有了唱 才见 等删来 九度万宝的男女老少在狂舞飞鸽 抚名将过的政策让日子鸿鸿活泼 日新月异凡天的变化难表 刚刚 skip 谢谢 太棒了 再来一手 我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一支 纯来自咱们乡村的一个乐队 会拿出那样的一个水准 真的是震惊我了 出乎我的意料 我彻底地服了 甘拜下风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支乐队 他们的乐队名称叫 窝窝乐队 掌声欢迎 这位嘉宾桑场 这位嘉宾桑场 满一座青山 踏一处行传 那林间清泉 引擎着笑脸 多小次聚散 为理想养伴 那海边红日战层圆尽长 从内容到形式 尤其表演者的精神姿态 包括他们的音乐的理解 都给人一种非常兴起的感觉 甚至我觉得能给我一种冲击力 很多优秀的作品 很多都来自民间 因此这些民间的音乐人 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对于我们整个音乐发展 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对于我们整个音乐发展 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我很开心能来到周窩村 觉得这里的人民都非常的热情 从产业振兴到文化振兴 乐器不仅是饭碗更是生活 乐器给这个村子带来更多 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 听到我们这个乡村音乐会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 过去是扛着锄头下去干活 今天是拿着乐器上台表演 就像中国古人说 在吃饱了穿暖以后 精神世界的富足 变得尤为的重要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享受音乐 享受生活 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深厚的 一个文化底蕴就是音乐 音乐是周震的 是美好的 音乐来自民间 艺术来自民间 我们在周窩村看到了这种 蓬勃发展的生机 我希望这一种发展 是有定力的 是有眼光的祝愿 周窩村这样一个音乐小镇 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 三二一 周窩 我我 耶 耶 花猫 花猫 我最骄傲 耶 好 太好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